富里江农会去年稻草地景艺术大猩猩大型地景艺术作品一炮而红成为了农会品牌指标之后 今年农会扩大举办第二届稻草大地艺术季 以动物迷宗为主题 率先办理社区社团学校稻草艺术创作比赛 包括了巨龙、大河马等稻草创作作品也都陆续进驻 准备跟大家一起倒数跨连迎接新年元旦 历经一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出立在稻田中的两只大猩猩 虽然看起来有些老旧 不过仍是游客命中的最爱 热切地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跟两个猩猩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那个 我喜欢发亮的眼睛 那个 不是 是那个发亮的眼睛 大象跟星星我全都喜欢 除了去年的大猩猩与大金刚这两件巨型的稻草艺术地景意象 今年福利湘农会也延续扩大办理 并以动物迷宗为主题 率先办理在地稻草艺术创作比赛 吸引社区部落、社团、学校共享盛举 制作了包括巨龙、河马 以及卡通人物等等的稻草创作品 准备跟大家一起倒数跨年 迎接新年元旦假期 那目前我们的元旦假期的时候呢 大家不妨也来我们复离走一走 我们的社区的跟我们学校的这些所创作的这些稻草的作品 都会在我们的元旦的时候跟大家亮相 复离乡农会螺山展示中心旁的稻草地景艺术区 目前由社区学校所创作的作品都已经陆续进驻 而至于地景艺术的大明星大金刚与大猩猩 农会也聘请工人赶忙修复整理 准备要和今年的新创作作品在农历春节同台亮相 那个旧的要换掉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做好几天了 坐起来再这样干一点才绑一小把一小把 再组合 那目前我们在我们的会场里面 看到的就是我们社区跟学校的这些作品 但是我们最神秘的作品 就是我们的主题意象是还没有公布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到2月4号 我们的正式我们的稻草艺术记开流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主题意象才会跟大家见面 延续去年大猩猩与大金刚的热潮 布里乡农会第二届稻草大地艺术记 邀请专业主编老师及地景艺术家 目前也正赶制创作另外两件新的大型地景艺术创作品 总干事张苏华也卖个关子紧透露 新作品将在明年2月4号隆重登场 要喊大家一起庆祝农历新年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请记者 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年2月4日